Hello 大家好 我是珍小妹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間澳門老家麵廚 這間店是非常有來頭的 以前的店舖是在香港本地開的 現在就開到深圳 非常接近國貿站 如果大家經過國貿站可以試試這間店 它是主打非常高級的材料 花膠、魚翅、鮑魚、海參 全部都可以在這間店舖吃到 而且它們還有一個賣點的燉湯 叫做陳皮鴨 它是一宗燉的 裡面有訂正的鴨腿 非常吸引 是用了這個10年的老陳皮 自家去曬的 首先教大家怎樣來這間店的路線 如果由羅湖口岸過關的話 就可以搭1號線到國貿站E出口 出來之後非常接近 你就會看到紅色、黃色這個標誌就是了 在這間店裡有一個名廚 是做腸粉、粥那些 這裡也有一個酒板櫃 超誇張 像香水一樣放的 超美的 這裡還有一個FIGURE的牆 全部都是高達 真的有些很貴的 老闆說這隻是高達 遠祖是這個燈藏版 是絕版 所以是最貴的 就在我這盤台旁 上面還有很多很多 現在老闆拿了這個10年的陳皮 想讓我看一下 聞一下 好香啊 沒有農藥自己洗自己曬的 因為有些陳皮的果味 苦澀味很濃的 這個就比較香 花香 10年的陳皮 失存的味道 老闆說 這是阿爺留下來的手藝 其實坊間就找不到的了 這間店要小心保管 價值非凡的 你想想想 十年曬出來的 陳皮這家店 如果大家明白的話 就知道它有多貴 這間店這麼大 應該值幾萬元 聞的時候 香味真的很重 這裡的單價 全部都非常值得 小吃的 包汁海參 都是十八元一份 花膠、鮑魚、鑼肉 腸粉還很值得 七、九元 這些是三線城市的價錢 這邊就是他們主打的 澳門手打肉丸水蟹粥 拌麵也是三十多元 然後有些碟頭飯也是三十多元 聽說這個水蟹粥是澳門的特色美食 我們現在就坐下了 叫了一桌的東西 如果大家過來吃的話 都有這個珍珍小妹的粉絲福利 就是如果你佔一個羊腩鍋 有一盤山菜和麵餅送回來 大家如果打火鍋的話 就非常值得 另外這個收藏打卡 都會送回這個蛋撻 或者是檸檬茶二選一 我會買一個超級美的 你們看到很多美食 和美食 都會有玉米餅 真是很美 快點 馬上嘗嘗檸檬茶 我對檸檬茶是非常挑剔的 他真的做得出 香港的車仔檸檬茶的味道 茶底非常正宗 很濃郁的 現在就來嘗嘗他們的套餐套 佛跳場 再加這個拌麵 很大盤 麵不是鹼水麵 比較粗 比我們香港吃的 然後拌上醬汁 我覺得有點台灣的風味 肉醬是非常鹹香 重點來了 這個套餐竟然會有一宗佛跳場 裡面有很足料 有海參 一大片的裸片 有這個鴨鶉蛋 這個不是鴨鶉蛋 這個是甲子蛋 大家知不知道 甲子蛋是非常補的 比鴨鶉蛋好吃很多 沒想到這麼小 那個佛跳場竟然有鴨鶉蛋吃 嘗嘗一個海參 海參得非常大條 非常燥 整碗東西下去 感覺不會過份的 很鹹 很好吃 花膠 鮑魚 如果這個套餐是下午過來吃的話 有那種很奢侈的感覺 但它的價錢只是賣45元而已 非常低 這個陳皮鴨 據說是老闆自己浪費的陳皮 十年陳皮做出來的 是非常驚貴的 嗯 它真的感覺到那種陳皮味和史秀的那種不同 它不會過份濃郁 是一種淡淡的香氣 哇這個真的超級好喝 還有鴨湯 通常我們自己烤會很油膩 但它整隻鴨腿下去 再加上皮都不會特別油 喝到它是很清淡 裡面同樣都有這個花膠可以吃 嗯 好滿足 最後最後把鴨腿拿出來 嘩 超級足夠的 嘗嘗 嘗嘗 雖然它就是那種燉到軟的高肝肉 但是呢 它的肉裡面是有很香很香的陳皮味 醃進去 這個鴨也很好吃 澳門濃湯花膠刺 哇這個價錢 花膠之餘還有魚刺吃 它這個濃湯花膠刺呢 都可以加上撈麵 成為一個套餐 全部滿滿的骨膠原 裡面的料都給的幾多 下一個呢 就嘗嘗它這個水蟹粥 它用加了一些絲瓜 切絲之後下去煮 手打的肉丸 豬肉丸 很鮮味 蟹粥呢 都煮得很綿 我最初呢 覺得它會不會是那種 用飯煮出來的感覺 像泡飯 其實呢 它吃下去都是很綿滑的 應該是用三米慢慢去熬出來的 吃到蟹本身的鮮甜味 現在是蟹乾做的季節 它這個蟹粥裡面的蟹呢 都OK的 這些粥料的 接下來呢 就嘗嘗它們的羊腩煲 哇它裡面的腐竹真的很棒 吃了腐竹先 哇 羊腩煲冬天吃就超級棒 野味 這個是煮得很入味的腐竹 哇很香啊 是那股味了 是香港羊腩煲那股味 深圳呢 很小餐廳呢 會專門去做香港或者澳門 本地人會吃的那種特色菜 可能因為深圳這邊有 就是內地人吃不習慣 多吃這些 但是對於我們香港本地人來說 從小吃到大那種很濃郁的味道 就真的 就很有那種家鄉的感覺 嘗嘗這個筍先 這個筍 這個筍啊 蕭哥哥說很好吃 嗯 這個筍也是煲得很入味 有點像有些豬腩煲的感覺 哇這個羊皮 燉到是啡啡的色 非常入味 滿滿的骨膠原和脂肪 它不會說燉到爛了 它有自己的口感 很嚥韌的 但又不會說咬不斷 都OK 這個應該是羊腿 嗯 皮就韌韌韌韌的 裡面的肉很軟糯 整個鍋最好吃的就是 它調出來的那種湯底味 這個蛋糕很暖胃 接著就試一下它新出的新品 這個冬天才有 南瓜芋頭龍根東莞臘腸 一開始我聽到龍根我以為是什麼 誰知道原來是臘腸的名字 試一下 脂肪位是爆出來的 甜甜的 有很香很香的那種發酵味 不會過分油膩 一條條這個味道 腸 是臘腸 吃下去都是非常甜甜的 濃的 這裡最粉最糯 最香的就是這個芋頭 嗯 南瓜 我沒有想過這兩個呢 我平時最珍惜的蔬菜 它這樣去燉呢 又OK的 很香 芋頭味很香 南瓜就是一絲絲甜甜的 最重要是吃它的芋頭 因為它拌環也很棒 另外這裡還會給了一些小夾 有這個XO醬 腐乳 還有這個紅醋 摘醋 大家就可以用它拌麵 還有吃那個羊腩煲 羊腩煲啊 很少吃到這麼... 這麼軟 這個肉 有種... 咬下去的魚卵 而且它裡面加了鎮肝 很爽 很爽 這個我當然吃得不容易 你第一次聽到 什麼叫六根腩腸 對 其實就是腩腸 咬下去 那種很香 在另一邊 還有這個魚卵 真的是手帶 我沒有聽到任何就是水路 試一下 這個是澳門街燕窩燉菜 整碗燕窩蛋 你看看 超多 都是買了45元 在香港吃中桂林高 都不止45元 這個菜物呢 就在旁邊有進 我本來以為是油來的 原來是菜物來的 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甜度去加 有些蜜糖水 淡淡的鹽 吃完這一頓飯之後 不單有美容 還補充了骨膠原 另外還可以吃到重口味的東西 全部集齊了一桌 如果大家來的話 就不需要叫整桌都是東西的 兩個人 人均100元左右 就可以吃得很豐富了 如果想再便宜一點 它這裡的腸粉 撈麵 全部都是十多二十元 有些是七元雞就可以吃 非常之划算 總括而言 我今天最推介得它這個 陳皮鴨 這口湯真是 大家什麼都可以不吃 一定要喝這口湯 平時我都不喜歡喝湯 但這一碗燉湯真的清了 超棒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點贊關注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